Hello, 今天是 Alec, 你為何有空走去高登 買一個屏幕 買一個屏幕 水旺買 好, 只是很便宜 買一個二手的兩、三個水就可以了 為何要買二手呢? 現在一樣很節省 是嗎? 約又未熟 到時始終是扔的東西 買新的扔下去又是值100元 買舊的扔下去 舊極, 人家也是當100元收 當然買舊的再數一點 好了, 你說說慶 我已經是一個完全沒有科學人 我完全投入了我們的營具業務 為何今天會晚了開呢? 因為沒事, 剛才我實在太累了 頂不住了 天天這樣睡三幾個小時 於是乎就睡一盒睡覺 平時我睡15分鐘養神 今天吸了五個字 所以便晚了開 今天有網友打電話給我 老友記 叫我回應某個 說很有型的KOL 對我們的指責 那我都不問 他對我們有什麼指責 因為我一聽到我的名字 誰啊? 我說, 你可不可以說你八糟呢? 我說不要讓他名字 雖然他也很名字 或者比我們更有名字 他說 你可不可以說 我是馬來西亞人 說馬來西亞人 誰能比我 這個是我的網友和我轉達 但是我所知他不是馬來西亞人 我所知他是印尼華僑 印尼和馬來西亞 關係是很密切 但畢竟是兩個國家 而且我從來沒有說我們很熟悉馬來西亞 我們介紹馬來西亞 就是作為一個退休的地方 其實我網上說 其實我不回應 因為我不想聽 我不想聽究竟他在說什麼 喂 這個人是什麼 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半句 但是這個人 成功是來不來 咬我們 後來我才發覺 其實我不理人 我發覺原來他不僅是咬我的 他什麼人都咬 你怎麼知道他在瘋子 你只是看你那些瘋子 女兒又找不到 現在躲在哪裡 好像在德國 糟糕死了 你媽 真是狠狠 這個狠狠 還有很多網友 我們的粉絲是聽他的節目 其實我連他的節目一集也沒聽過 我又不認識他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是自卑的 男人很奇怪 無論你在什麼成就裡面 拿到什麼成績 找不找到錢 都是會自卑的 為什麼 找不到女兒 你知道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嗎 混女兒 是 在整個男人的發展 我見方光不自卑 他是比較特別的 他是比較特別的 有很多人 就是因為找不到女兒 變了態 不是搞女兒那些變態 變成很殘酷 玩貓狗 自己瘋狂 很瘋狂 很孤僻 老實講 對我來講 我看鏡子拍攝別人 那些群體 我已經覺得真的變了 你才是很瘋狂 為什麼 你看不到 一堆東西 有什麼好看 你追求他 有些人是這樣的 甚至乎 不複追求女兒 你講到自己好人 沽高 其實 打開口 我告訴你 牙齒 後腎 像山楂餅一樣 你不要複眼鏡 一打兩兩天 為什麼呢 鼻油太多 頭髮永遠立 過來買一瓶金合寬 洗頭水 先搞髮 你怎麼可能會追求女兒 於是 你不要複追求女兒 他最終找別人講 就是最 attention seeking 其實你本身去評論政治 已經可以 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是因為他屌你 其實他是屌我什麼都不知道 屌你老母 以前是同學中文朋友 現在是不斷地這樣 所以我老友寄 屌你我都跟他說 首先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你聽過節目 你不聽過節目就不會知道 經常都說文人相親 其實說真的 第一個我不是什麼文人 第二 那些是含家產 屌你老母絕對是一個含家產 屌你老母的短命總 烏大打飛機三十七下 屌你老母 說什麼你浪費氣 這些屌子是自卑 是盜屌忌心 他妒忌你什麼呢 他未必妒忌你 據說他一個月賺得一百萬 雖然我就打著我問 我也不相信 屌你老母 你們不要聽人說 喂 我不知道我們算是多人聽 還是少人聽 喂我們有課金 一個月有多少錢 我心中有數 一百萬 屌你老母 除了二十次都沒有 一百萬 你嚇鬼嗎 屌你老母 你賺多少錢 不是 吹了水 不是 其實未必她說 是有些人 猜或者專心 暗示出來 不是賺不賺錢 而是我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成交搞我 我完全不認識他 唯一一次我見過他 那一位真人 就是該上去D一百做 甚至乎他好像以前的那種語言 是吧 我也不知道 嗯 結果我連他是非 我沒有說過他 不過我現在在那裡吵咬他 一定會有人說 你知道我們的網友都是這個人 我說唯一一次 我去D一百接受訪問 他就做OpG 那我也很會嚇他 該上去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問你好 我也會這樣 我也沒有說 嘩你那些死眼仔 你老母說什麼 你哪裡 我沒有這樣問他 是吧 但是他一直是這麼多年以來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好 沒有什麼需要說的 其實我經常都沒有所謂 有些人喜歡說 如果我一說 可以令到他的收視是有增加 那他很明顯是想這樣 沒什麼所謂 我心胸就完全不理會他這些 我也完全不理會 不過我呢 為什麼我要說一說 他喜歡說一說 人家也有他的自由 你明白嗎 我們說一說 我們收視都會起 我們又不需要做這些 其實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 我只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 不需要做這些 為什麼 出道以來 這麼多人要搞我 但是出道以來 他一會就頭疼疼 一會就 甚至乎 是這樣的 絕對沒有一個 連一個都沒有 包括現在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那個 在帶著我 何什麼 何志光 現在他去了哪裡 不知道 就是 他看到我還要跟我打招呼 你打招呼 什麼時候的事 不知道哪年六四 那時候跟我們打招呼過 不是六四七一 是 在街站上 我迎面 大家看到嗎 他還說 被你這樣打招呼 見面三分親 真是 我沒想到他 我真的要搜尋 我真的要搜尋 仍然 不過其實我也有這樣 你跟阿彈小峰 我沒理由不說 總之沒有所謂 總之我經常說 如果大家覺得不服氣 就沒有所謂 第一 我們不會放在心上 第二 我們也不需要做這些 我自己個人不會 第三 你覺得我們受委屈的 課金支持我們就可以 現在可以讓我看看 其實我沒有受委屈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 網友覺得我們受委屈 我得罪過去 他就說 我連基本上的樣子是怎樣 確實來說 我都不太清楚 是 你更加不會得罪他 是 甚至乎有追求他的文章 不是 他作為論證 他有些很多時候 都可以的 我認為 是 我什麼都看 那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我兩件事 他無緣無故和我淘汰 我又不知為什麼 就是剛好看又看 然後別人有沒有說 你是別人的言論自由 就是這樣 是 他有言論自由說 我們有言論自由回應 就是這樣